垂直风动飞行越来越风行 近年来从事这项运动的人士 更积极争取垂直风动 成为奥林匹克正式竞赛项目 然而垂直风动不只是极限运动 更被誉为人体自由创作的第三度空间 本台是吧台记者王卫玲 今天就要带您体验这种特别的第三度空间 当被问到想变成什么 我记得小时候说想当小鸟 不过长大了想当会飞的超人 因此今天特地请高人来指点 完成从小到大的心愿 而人体一旦脱离了二度空间 能从事更多没有局限的肢体创作 而我也将一步步地让我从小的梦想成真 但有这么简单吗 感觉很像小时候第一次要去游泳池游泳那种感觉 有点紧张 还好安全设备非常齐全 极限运动我来咯 今天的目标是在里面摆出Superwoman的pose 来看 首先有高人在旁边全程带领 摆好正确姿势 剩下的就是扑向时速高达100到120英里的风 昂首飞行 脸部的表情不太雅观 但真的超级过瘾 原来超人飞行的感觉就是这样 甩开地心引力 至于我第一次的飞行经验 就是无限自由 成功拿到了2Flying的证书了 虽然刚刚在里面只有短短的几秒钟 60秒钟而已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全身酸痛 不过成功地比出了超人的pose 你们有看到了吗 你对我来说 你做得很好 你说你不是一个舞蹈 你像我舞蹈一样 跟我一样 有许多人想要体验脱离二度空间的感觉 新的感觉 新的感觉 从初学者几分钟的飞行 到高人练就 可以在风洞中持续两个多小时的飞行 这样的体验真是独一无二 落成18台王宇晨 王伟林 在Ontario的采访报道